我還聽到卓文太院長說 謝市長 要留在這個畫面上面 請先不要離開 如果這個院長要宣布什麼事情的時候 至少大家都在 你這個基隆你給我用黑畫面 你用黑畫面就會變成這個院長 他會擔心說我現在在講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基隆是都沒有聽到 怕漏掉他 怕漏掉他 那可是呢 後來既然有人出來跑說 不是啦 謝國良離開是因為報告完後 消防署全台消防局工作會議 請問消防署長有在這個應變中心嗎 當然有 這個中央的應變中心消防署長一定在 那消防署長會在行政院長 跟各縣市長連線的時候 同步在開消防署跟消防局的會議嗎 當然不會嘛 誰那麼白目 你給我開黑畫面 如果是疫情期間 老師看到學生黑畫面 就感覺你是走去這堂 請問苗栗已經宣布了 那我們指的是新竹市 新竹市是不是也是八點要宣布呢 然後其他的記者就跟上了嘛 同問啊 加一啊什麼的 然後就貼了一個 市長在臉書上po了 他沒有要先回記者 他在臉書上po說 我們明天呢就是會停班停課 這邊明天停止上班上課 然後記者就說 原來我們要看市長臉書才對啊 我在框裡面跟你發問 是錯誤的行為 原來你的做法就是我先貼臉書 如果你這個秘書不知道 你就說市長還沒決定就好了 你就說市長還沒決定 再等一下 市長馬上會宣布 或怎麼樣 你叫這個媒體去看臉書 你是要衝流量就對了 因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他是認真的 就是說行政院長或者是總統也會去作證 然後他要聽取各個縣市 你們有沒有需要啊 或者是掉什麼抽水機啊 什麼等等災情的呈現 那我先請教川哥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樣要切開來看 我們先看上半部 上半部 來這邊是卓榮泰院長 然後各個縣市 這個林姿廟嘛 這個是侯友宜 其他這個縣市的首長這樣 在這個時間點呢 侯友宜正在講話 他在報告說新北的狀況 然後一個瞬間 這邊 基隆市政府市長謝國良 鄉鄉沒有外面 他不見了 所以他切下線之後 他就沒有畫面嘛 就黑掉了 然後再往下看 這邊出現的是 基隆的消防局長 對不對 奇怪 謝國良怎麼會在 他應該要出現的時間點 然後是不小心按到嗎 還是怎麼樣 他怎麼突然下線了 我還聽到卓榮泰院長說 謝市長 要留在這個畫面上面 請先不要離開 他要做什麼 疫情期間 我們老師在上課 學生通常會把畫面關掉 關掉就是在玩啊 就是沒有認真 然後老師會說 鏡頭全部給我打開 那這個 每個小朋友都在嘛 謝國良就這樣啊 謝國良其實他有報告 那他報告完之後 畫面就 就切走 因為他報告完是換 侯友宜報告 那其實這種會是這樣 這種會就是大家 簡短報告完 先報告一下我們 現在我們這個縣市 現在準備的情形 大部分都說準備都沒有問題 但是都會要求說 譬如說我們這邊希望國軍啊 幾軍團啊 趕快來 待命 譬如說我們台中和平區 那裡呢可能道路會中斷 可不可以請這個阿兵哥啊 譬如說派多少人來 然後呢中央的什麼營建署啊 國土署 公路總局 可不可以幫我們協助啊 水利署那個水怎麼樣怎麼樣 通常縣市長會在這個時候講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時候直接跟那個部會講 那部會不會理他 所以這縣市長都趁這個時候告狀 就說 拜託 交通報告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時候通常院長 就會看著那個部長說 人家宜蘭現在要求這個 通常都會答應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當你這個縣市有需求 都透過這個 可是 謝國良就講完之後 他就下線了 下線了以後呢 下線你 你照到你那個畫面要開著 而且你如果離開那個位置很簡單 你就派副市長 另外一個指揮官上來 你換副市長沒有問題 大家也不會勉強你 譬如說 剛剛這個貴啊 那個最下面有一位 那個應該也是副市長或副縣長 就是有一位這個 比較白 另外那一位我不認識 這個嗎 中間那裡 中間喔 對對再往上 對對對就那個 白色頭髮那一個 對 同一個 你說這個應該是副座是不是 對這個應該不是縣市長 我們也不認識他 對 他應該是某一個縣市的副縣長 就官員 就官員 至少你螢幕要開著啊 螢幕開著 就是說這個主官 沒有在螢幕上換一個副手上來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人會苛責 至少你這個縣的 這個人還在 如果這個院長要宣布什麼事情的時候 至少大家都在 你這個 基隆你趕快用黑畫面 你用黑畫面就會變成這個院長 他會擔心說我現在在 講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基隆市都沒有聽到 怕漏掉他 怕漏掉他 那可是呢 後來既然有人出來跑說 不是啦 謝國良離開是因為報告完後 消防署全台消防局工作會議 請問消防署長有在這個應變中心嗎 當然有啊 這個中央的應變中心消防署長一定在嘛 那消防署長會在行政院長 跟各縣市長連線的時候 同步在開消防署跟消防局的會議嗎 當然不會嘛 誰那麼白目 那所以這個人 這些都是越幫越忙你知道嗎 就是在幫謝國良解釋 那請問謝國良你消失的時候 你跑去哪裡 我跟你講啦 有些縣市長是這樣 他就真的要去勘災了 已經約好了 結果這個行政院 中央應變中心忽然間要連線 這都有可能喔 然後他趕不及回來 或者回來坐幾分鐘之後 他就要馬上走了 因為他已經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勘災 這個時候其實啊 這個縣市長的幕僚 只要跟應變中心講說 等一下我們市長啊 只能連十分鐘 因為哪個地方有災情我們要去看 請他跟院長報告一下 跟副院長報告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把副市長上來 跟院長連線 這就解決了 你給我開黑畫面 如果是疫情期間 老師看到學生黑畫面 就感覺你是跑去這兒 就是當大家不是會問說 請問一下你們的縣市 到底是不是停班停課 記者我們一定要問嘛 趕快跑馬 讓全國的觀眾朋友都可以知道啊 但是呢 當這個孤隱其名啊 所以用什麼企鵝密封來代稱啊 請問苗栗已經宣布了 那我們指的是新竹市 新竹市是不是也是八點要宣布呢 然後其他的記者就跟上了嘛 同問啊加一啊什麼的 然後就貼了一個 市長在臉書上po了 他沒有要先回記者 他在臉書上po說 我們明天呢就是會停班停課 這邊明天停止上班上課 然後記者就說 原來我們要看市長臉書才對啊 我在框裡面跟你發問 是錯誤的行為 原來你的做法就是我先貼臉書 我們以前在台中是這樣 就是跟市長開完會 市長決定了以後啊 通常就新聞局就發到媒體框了 那這個大家譬如說 以前中張投大家聯合治理 所以大家就是我們會跟南投的林明貞 那時候彰化魏明谷 苗栗那個徐耀昌 就大家講好說 大家都要放就一起放 不放就都不要放 因為有的會跑到台中來上班啊 會有那個生活圈的問題 那是一個生活圈 那大家講好說 譬如說大家講好 通通七點一起發布 就是七點一起發布 那就是當媒體在問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七點發布 那就是七點發布 那如果像這一種 這種媒體已經問到這樣子了 因為他們沒有聯合治理 那你這個 如果你這個秘書不知道 你就說市長還沒決定就好 你就說市長還沒決定 再等一下 市長馬上會宣布 或怎麼樣 你叫這個媒體去看聯書 你是要衝流量就對了 可能媒體 多一個流量是不是 不然對媒體來說 他就是要有這個訊息嘛 他總不想要說這個 別家都做了 只有我家不知道 別人都知道 這個訊息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其實在 在這個新聞的聯絡上 這個是一個很糟糕 因為接下來你這個 在這個群組的這個新聞聯絡人 他們是不是覺得 反正市長這一兩天 也就 也就大概知道塵埃落定了 沒有想要處理事情 你如果不知道 你說市長還沒決定 可能要再等個十分鐘 等個多久 就跟媒體回一下就好了 你怎麼會叫他去看 團隊還滿奇怪的 還是他們也不敢講 就是只能市長講 別人都不能講 以前台中像我們台中 那個林市長沒有在講 都是周冠廷在講 可是那個新聞局長 他就在媒體的框裡頭 丟說台中市明天怎麼樣 他同步給那個人事行政局嘛 他們就會在那邊一起公告嘛 所以媒體都看到 人事行政局也看到之後 那這個訊息就馬上大家都知道